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邓小平时代 1977年 邓小平在叶剑映 聂荣珍 徐向前 邓颖超等元老的支持下第三次复出 1978年 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兼职两个凡事的华国锋 在大讨论结束后逐渐淡出权力中心 1978年12月 先后赶走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越南军队 在苏联支持下野心膨胀 悍然入侵柬埔寨 妄图建立印之纳联邦国家越南 老挝 柬埔寨 为绝后患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1979年2月 中国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 经过近一月苦战 在付出了较大代价后 中国基本粉碎了越南的大国梦 也获得了较好的战略环境 进入80年代 党内的政治力量大致分为三派 第一派 政治上进行民主改革 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及自业派 第二派 政治上坚定维护共产党的领导 经济上坚决进行市场化改革及改革派 第三派 政治上坚定维护共产党的领导 经济上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经济为辅 即保守派 敢作敢为强硬果断 三落三级 号称钢体公司 并且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 执掌了军队的邓小平 属于第二派 稳重严谨 外楼内纲 1931年9月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基础的党内超级院老陈云 属于第三派 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 赵紫阳 万里 习仲勋 乔石等一批支持改革的干部 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 博义波 王震 宋任琼 姚依林等一批左派干部 由于第二派和第三派掌握了绝大部分市权 第一派及自由派的生存空间极小 难以在政治角逐中掀起波浪 因此整个八九十年代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 主导了中国改革事业的进程 两大阵线的斗法也从未停止 1980年2月 邓小平强力推出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同年8月 邓小平推出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 胡 赵 二位改革派大将走向前台 负责落实改革开放具体工作 在改革派八动浩浩荡荡地改开工事后 率先破土而出的是中国的乡镇经济 家庭连产承报责任制在农村推行后 生产力得到大力解放 种完自己家分责的义母三分田地后 无事可做的农民 打起了做点小生意赚点烟酒钱的主意 因而涌现出一大批乡镇小企业 并迅速蓬勃发展 同时也一小几大 以心几旧 冲击了一大批地方老牌国企 改革派尝到了甜头 在邓小平指示下 着手将经济改革推向城市 1983年 保守派发动反击 坚持计划经济不动摇的陈云 严厉批评胡耀邦思想散漫 在经济改革中打烂了市场秩序 纵容资本主义的发展 要求其道国家纪委加强学习 不太敏感的邓小平都感觉到 自己被人点了 强势回应 要帮市总书记 胡赵格局不能变 1984年1月 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 并为深圳特区提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 是正确的 3月下旬 第二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对外开放 改革派进一步加强攻势 1980至1985年 由于改革开放明显改善了人民生活 增加了国库收入 改革派在这五年处于上风 保守派被迫安迪离生问气 时间来到1986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邓小平认识到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透彻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行事 1986年开始 邓小平多次在对内对外公开场合 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引起了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 1986年7月开始 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 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底 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8月 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 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其中写道 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 只好莫谈过事 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 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 讨论 争民呢 9月 方立之 刘斌燕 王洛旺到处发表讲话 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 批评共产党的腐败 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 他们的讲话 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 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 10月到12月 清华 北大 师大共举办了演讲 研讨会20多场 大学生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 民主不是跟辞而来的 是奋斗出来的 12月初 中国科技大学打出了第一枪 在校内进行民主选举 上海交大 复旦 同济等多所上海高校学生 以贴大字报 上街游行等方式 对中国科大进行呼应 几天后 北方 华中 西南等地的高校学生 也迅速上街予以强烈响应 南北高校视线串联 民主之潮来势汹汹 此时 胡耀邦认为 不能采取强硬措施 应通过沟通 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保守派认为 你有300万大学生 我有300万解放军 邓小平认为 学生们做得有点过火了 12月底 政府通过警察驱逐 送上大发车强制送回 扣押 一条龙服务处理学生游行示威 学潮逐渐平息 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 迅速平息了上海的学潮运动 初步引起了党内元老的兴趣 特别是陈云 由于胡耀邦对学生手软 不愿采取强硬措施 没有使全国的血潮很快平息 引起了保守派的极大不满 同时也让邓小平感到不满 于是 保守派抓住机会进行反击 博弈波 王震 胡乔木等组队奔赴邓小平关顶 当着邓小平面痛批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政治上过于软弱 领导无力 邓小平听后没有摇头 1987年1月 邓小平 陈云 指定博弈波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方式 对胡耀邦进行专门帮扶 会上 博弈波上纲上线 对胡耀邦进行严厉批评 习仲勋中途进入会场 看到笔态时大发脾气 通过生活会批判总书记 不符合党规国法 这场生活会 也为以后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 胡耀邦被连续帮扶了一周后 主动辞去总书记一职 接着保守怕乘胜追击 通过下发中央文件 将几年来经济上出现的一些混乱 和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严重问题 安在胡耀邦身上 胡耀邦被迫将问题悉数承包 胡耀邦的彻底垮台 超出了邓小平的意料 并且保守派在罗列胡耀邦的罪状时 不仅提到了胡耀邦在政治上的问题 还提到了其在经济改革上的问题 这对于坚持经济市场化改革 不动摇的邓小平来说 是无法容忍的 他隐隐感觉到保守派 隔着窗户纸又点了他一下 他必须反击 1987年 邓小平提议赵紫阳接任总书记 保守派推出李鹏任总理 赵紫阳上任后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 强力杀住了正在全国进行的 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使工作重心重新回到经济建设上 同时也让自由化的火种得到保留 时间来到1988年 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此时 双轨价格制优积刺眼 8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 8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和召开 第十次全体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 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随后 全国各地出现抢购潮 操纸帽子 彩电冰箱 因抢进抢 同时银行也出现了几对潮 居民恨不得将所有钱取出换成看得见 摸得着的物品 抢购潮和几对潮引发的市场秩序大混乱 让钢铁公司邓小平也打了退堂股 一个月后 中央不得不宣布 推迟价格改革 进行治理整顿 价格闯关失败 价格闯关导致的全国大混乱 引起了本就对部分官僚阶级 及其子女利用双轨制进行官导 抹取暴力现象 感到愤怒的大学生的情绪的强烈波动 1988年秋 北京一些高校的政治沙龙会 又迅速活跃起来 进入1989年 大学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 胡耀邦的事实如一阵狂风 让自由化的火苗迅速蔓延 北京大学率先点炮 4月18日 北京大学的学生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 悼念胡耀邦 并向政府提出 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要求 北京多所高校迅速在行动上 予以坚决响应 学生游行示威规模越来越大 民主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 4月26日 经李鹏提议 邓小平拍板 中央将学潮定性为反党 反社会的动乱 4月27日 大学生以更大规模的游行进行会应 矛盾进一步计划 5月 数万南方大学生北上 并成功与北京的大学生会时 队伍越来越壮大 底气越来越足 口号越来越大胆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人民政府 人民监督 民可在州 也可复州 人民日报 胡说八道 新闻联播 全是胡说 打倒李鹏 党要总书记 不要太上皇 小平下台 回家打牌 面对这次规模远大于86年的学潮 赵紫阳认为 将此次学潮定性为反党 反社会的动乱 不恰当 学生的问题没那么严重 应该通过劝导 对话的方式缓和矛盾 以陈云 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 必须强硬面对 实行军事戒严 邓小平认为 不能再推了 再推就把政权交出去了 只有动用解放军来平息这次动乱 坚决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邓小平和保守派 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赵紫阳垮台 5月19日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强硬讲话 并宣布实行军事戒严 戒严后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似乎怂了 他们的口号变为 拥护李鹏 独裁万岁 坚持倒退 反对前进 支持腐败 拥护镇压 消灭民主 反对自由 恢复地质 垂帘听政 学生们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 6月3日下午40至6月4日早上6时 天安门及其附近的大学生被军队暴力清场 数百位学生 市民 军警在暴力清场过程中死亡 在5月下旬就以零伤亡结果 迅速平息了上海雪潮运动的江泽民 进一步引起了陈云的极大兴趣 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邓小平的关注 接下来半个月内 数十位学运领袖被逮捕 部分学运领袖被迫逃到国外寻求政治庇护 国内自由化的伙势被基本扑面 六四发生以后 民主国家对中国政府进行强烈谴责 并在行动上进行有一定力度的制裁 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迅速发生逆转 外资进入大量减少 保守派中批评改革的声音异常强烈 保守派逐渐占了上风 赵紫阳彻底垮台后 在陈云的大力推荐邓小平的妥协之下 1989年6月底 江泽民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几个月后 邓小平将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 同时安排杨尚昆 杨白冰两兄弟分别担任军委副主席 军委秘书长 以帮助军委主席更好的开展工作 江泽民上台后 没有用多大倦 就嗅到了党内的政治氛围 彼时 党内的保守派认为 经济市场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 于是 江泽民将工作重心 放在了高校学生的政治教育 稳定国内形势和防止和平演变上 并且越走越远 严重偏离了邓小平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邓小平被保守派狠狠地戳了一下 1991年2月 邓小平向陈云发出商谈经济的邀约 陈云回应 谈不拢 没必要 3月 邓小平受益上海的解放日报 发表匿名文章 呼吁推进改革 扩大开放 跟着 陈云阵线通过人民日报 予以针对性回应 坚决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作斗争 改革开放继续倒退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解体 中共高层身受震撼 邓小平认为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 没有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 因此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唯一出路 保守派认为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 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利 对群众缺乏教育 经济上搞得一塌糊涂 1991年底 陈云并重 陈云阵线的头号大将李先念病危 1992年初 邓小平在未向中央打招呼的情况下 习一家老小到南方视察 并发表了针对性极强 冲击性极大的讲话 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要紧提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誓言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看准了的 就大胆的试 大胆的闯 随后 邓小平指示政治局常委乔石 在珠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 乔石 军委副主席杨尚昆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斌 考虑到军委主席江泽民公务繁忙 邓小平决定暂时不通知江泽民参加会议 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 通过香港报纸的报道传到了北京 江泽民和李鹏立即表态 支持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 病重的陈云表示 应该坚持改革开放 同时也强硬表态 不管怎样 江里体制不能变 这是底线 1992年10月 中共十四大召开 大会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上 对江泽民仍不太放心的邓小平 安排年仅49岁的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 安排朱镕基进入常委 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并提出党政必须分开总书记管党务 总理全面负责行政 还要求继续当选为总理的李鹏 在工作上多听朱镕基的意见 十四大后 改革派完全压过了保守派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在紫阳班起航 1994年健康状况恶化的邓小平 让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起草一份 1997年7月1日军队接收香港的方案 邓小平看过方案后 用红笔批注 方案中只有和平接收方案 没有武力接收方案 不行 必须准备武力接收 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必须准时回归 如果英方以各种理由拖延 军队直接开过去 一锤子砸死 此后邓小平淡出权力中心 1997年2月19日 邓小平逝世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评论 谢谢